据报道 9号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日本六国发表联合声明 影射中国以经济胁迫 威胁多边贸易体系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 美国纠集五眼联盟和日本发表所谓声明 但怎么读起来都让人觉得句句直指美国自己 美国出台芯片和科学法 要求接受美政府补贴的企业十年内 不得在中国扩大先进芯片产能 诱压盟友限制对华半导体出口 这不是典型的经济胁迫吗 美国泛华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无力打压华为TikTok等企业 这不是赤裸裸的非市场行为吗 美国连续多年独家阻挠世贸组织上述机构法官临选 导致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 还拒不执行世贸组织生效裁决 这不正是对多边贸易体系最大的威胁吗 美国出台通胀削减法 大搞歧视性补贴措施 引发补贴竞赛 这不正是违规补贴扭曲市场的教科书式的案例吗 至于强迫劳动 这更是美国自诞生一史便存在的顽章顾忌 时至今日在美仍有至少五十多万人 生活在现代奴隶制下并被强迫劳动 汪文斌表示 美国想用自己在经贸领域的恶劣行径 去镜向别人 反而给了世人认清美国破坏市场经济原则 和国际贸易规则真面目的机会 建议英国等相关国家对照这份声明 敦促美方一一纠正自己 搞经济胁迫 单边制裁 长臂管辖等非市场行为 桥找的 重想采访